你在偶像這條路 聽說也遇到很多貴人幫你 貴人 我覺得有 因為在我的演藝圈路不是走得很順 就很像雲霄飛車這樣 坐著 這樣起來 就曾經可以給你三個節目 然後媒體封你三冠王都冠軍 可是在過了那段時間之後 你可以一下砰 又沒了 什麼都沒了 然後有三個月沒有工作 然後那三個月沒有工作 就還要騙家人說我要去工作了 因為家裡只有一個小孩 然後我要去工作 然後跟朋友借錢 然後給媽媽說 這是我這個月的薪水這樣 就根本沒工作 然後每天就在家裡這樣 然後看別人 還最難過是有一次 跨年的時候 我在華納衛秀看那個對面 人家就辦演唱會 就跨年演唱會 就覺得 還有那種路人說 你怎麼在這邊 你怎麼不在那邊 就那種心就覺得 很傷 對 就覺得 你是不是在那個時候是覺得 已經沒有路可以走了 對啊 你就想要 世界末日 對 對不對 四座的男生是那種很怕輸的 你當了 譬如說 狗像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大家常常跟你講不能做的 呃 不能做的 但是 我不會去聽耶 比方說 比方說大廳廣播放下不能摳鼻子 那個還好 你也摳得很厲害 比方說他們會說你出唱片就盡量不要去搞笑 第一張專輯人家跟我這樣講 而且是公司跟我講 說你在搞笑的話 你唱歌的話 別人不能專心的去聽你唱歌 人家只會看到你 就想到 騙騙 然後 會這樣 可是我覺得已經慢慢讓很多的觀眾知道 藝人本來就有不同的身份 對 你可能主持演戲 你在做唱片的時候 為什麼像國外的藝人都可以 他們去脫口秀 想好 可是他們演戲的時候 大家都看得哇 鼓掌 唱個一流 為什麼大家可以去分這麼清楚 為什麼我們不行 你不能看小竹小 他會發脾氣 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的 他對他自己的歌聲 跟他自己的舞技 要求很高的 當他在表演裡 看著他笑他會 真的嗎 對 那大家看你的表演 要很嚴肅就對了 也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你 比方說你去簽名會 如果 你看得出來他笑是 看到你開心的笑跟 這樣笑是不一樣的 嘲笑 無形中把自己區隔開說 小豬現在是在演唱 小豬現在是在主持 對 小豬現在在搞笑 但是我的那個幽默跟搞笑 那一面我是不會拿掉的 嗯 感覺出來 因為我覺得 那是一個跟觀眾 是一個很親近的 對 我不喜歡搞神秘 拉近距離是最好方法 對 我不喜歡跟歌迷就是那種 有距離 好神秘 遙不可及 摸不到你那種什麼時代了 對啊 中間還有霧飄過去 對啊 已經沒有那個時代了 你終於說過了什麼偶像 都要很神秘 那太驚人了對不對 對 現在台北看到偶像很簡單的 對啊 可是問題做偶像也是很痛苦的啊 比如說不能交女朋友啊 對啊 不能隨便跟女性朋友出去玩啊 好 然後 就很多私生活的都要受到大家的公平啊 對於不能交女朋友這件事情 你覺得合理嗎 不合理啊 不合理啊 我覺得那是以前六年前的一個說法 可是現在已經不會了 對啊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他 羅先生 長了一表人才 他硬講他 我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 這不是天大的笑話 對啊 很奇怪 那你有女朋友嗎 現在嗎 沒有 現在沒有 你看 不是 不是 以前有啊 以前有啊 現在沒有 你看我長繭了啊 長繭就不能有女朋友啊 不是 他是因為沒有女朋友長繭繭 你這麼粗糟啊 我也是 不是 因為我常去 那獅子座都是 對 去拿麥克風 麥克風是什麼 麥克風 拿麥克風 你敢大膽的成功 不敢 我不會講 我不會不講 因為你覺得這是你私生活 私連獄的事情 對 因為你這樣 你做什麼事情都會被圍繞在那個 事情裡面 千萬不要講 講的真的是不對 我真的明白 講的喔 對女生來講 對自己來講 都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對 你對他不好 因為以後呢 因為我們是名人的話 他可能圈外或圈內不管 你只要跟他有一段情 你之後跟他親子不玩的 嗯 因為每個報紙 比方你今天交了另外一個男朋友 那有時候遇到小豬被尷尬啊 你會這樣 對啊 要不然沒事就 對 身高180 179 身高180 179 賓 賓 賓 住哪裡 你這幹嘛 如果真的要比這家去捐贈那個 救助別人啊 對啊 剛好給我比錢 可是你今天如果說譬如說 你跟你女朋友交往 對不對 那這樣的勾間搭配 真的很親親我我 被拍到了 你會不會扯 沒有 排牛他今天是應該的嘛 不是喔 可是 不是 就是說她是你女朋友這樣 這樣走路 爹封大 你不會這樣走路去上街吧 不是 你去西門店這樣 走不去吧 我跟你講 這不錯啊 我現在是立武 就是很親密的時候 被拍到 登出來 那時候你會承認嗎 不會 還是不會 不會 有一個老師告訴我 就前輩 就專門叫很多藝人 說除非在床上被抓到 就他跟我講這麼直接嘛 可是 如果要在床上被抓到的話 也很難嘛 那個事情就鬧大 對方一定有婚姻生活 本來沒有人會來抓猴嘛 對不對 因為他是跟我講這個比較 這樣的說法 那一般你牽手還有別的說法 我是拉他過去那邊嘛 或是剛好牽到手 然後剛好拍到 很多都會看圖說故事啊 我們這集怎麼不早一點錄啊 那我原來可以這樣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 你看 其實攝影機在拍的時候 我們只要一這樣 他拍的時候他可以寫什麼 兩人輕輕握握感情 比較濃烈 但是其實我說 走啦去那邊啦 那以後 以後我真的要牽馬 就是 走啦去那邊啦 快點啊 臉都很狠 是從被拍到 臉都很狠 他會寫說 小湯大男人 然後怎麼樣 對女生很兇 所以說我們只要解釋 是好朋友就好 好 那我們再聊剛剛一個問題 你今天交了女朋友 你不公開 不公開啊 然後請問你 這個女孩子怎麼能受得了 不公開 除非 除非 她今天是藝人 所以 答案就是 你以前的女友都是藝人 沒有啊 這個沒有啊 這聲音變了 變了 沒有沒有 就是你 你親外跟親內 我覺得 你現在是大特寫在拍你啊 我都不會講 因為你 大家也知道 如果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你還會一直問你的 私人的事情 你幹嘛去回答 而且我最不喜歡 就是一些算命學家 他們下半年度 會因為吵架而分手 那最好門口 你幫你一塊錢 可以保障你們 不會有一些爭吵的 一些效果 幹嘛去 我的人生 幹嘛要讓你們去講 你有沒有教過 那個圈外的女朋友 有啊 有啊 那圈外的女朋友 我也問順便問各位 就是說 圈外的女朋友 她多半是傾向 公開還是不公開 不公開吧 可是 也是一樣不公開 她朋友卻一定會知道 嗯 然後她的爸爸媽媽 也會跟她的鄰居講 嗯 傾向於公開 傾向於公開 她覺得證明了嘛 對不對 對 因為她很難交代嘛 是 她那邊的朋友都說 我現在跟 譬如說 我現在跟圈外恆在一起 那 為什麼 為什麼圈外恆在電視上都講沒有 對 為什麼 你講 這是你們笨嗎 我為什麼要這樣沒有 你知道 我女朋友有啊 在美國念書 我每天跟她通電話 我會生氣 沒有 你再回頭再跟她講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這樣 免得傷害到你 可是你這樣的話 如果你有一天被拍到的話 你還會說你劈腿 沒關係啊 她 她就是殺我女朋友的妹妹 剛回來 你有沒有因為被媒體拿出來比較而覺得不太酷 就那種 那種盛盛盛的是不是 有啊 有啊 我還記得 曾經有一次非常生氣的 應該就是 Makio的那個新聞吧 就是他拿什麼男朋友跟我比 什麼比比比比 他那時候 對方拿出來比的是我們圈子裡的還是 圈外 圈外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管 我只覺得我生氣是 去那個記者問我的問題 嗯 他比你有錢你有什麼看法 我說 有錢的話 你請他去做一些公益活動啊 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社會上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覺得你用錢去衡量一個愛情的話 我覺得你很笨 我直接跟那個記者講 你這樣很好耶 你問我 你覺得對方比你有錢你有什麼看法 他分點給我嗎 有很多 然後又寫他住哪裡 我住哪裡 我說我住得開心就好啦 對 對 真的 我住得安安心心的 每天過得很快樂 我覺得那OK 我過得很快樂就好了 那幹嘛要去用比較的方法去寫這兩個男的 所以我不喜歡去 有人弄什麼去比比比 我覺得這樣 尤其是男藝人 如果跟哪些女藝人有一些緋聞 他們直接就比出來了 身高 然後身材 什麼這樣 幹嘛去這樣寫人家已經不公平 他那個報導 到底是你勝還是他勝 他勝 他勝 當然不爽了 不是 我講 人勝唯一只有一個方面 就是錢比較多 對 就是錢比較多 對 對 對